台湾争取更多的新冠疫苗 鸿海、台积电还有磁剂都表态要申请购买 现在连工商大佬也出手 工商协境会理事长林伯峰证实 他有意提出申请 但却一度传出被府院高层劝退 行政院回应 副院长沈荣金有打电话关心 但是询问有没有需要协助 绝对不是要刻意阻挡买疫苗 格奎苏贞昌则表示 政府对各界愿意协助买疫苗都相当感谢 也都会用同样的态度给予协助 八大工商团体日前在府内 向总统争取进口疫苗 现在工商大佬更有意主动出手 替台湾向国际大厂洽购疫苗 有计划过但是没提出 公司要运作员工要保持健康 那我们的员工都是30岁的 等不到疫苗注射 所以我们捐让员工也能够保证他的健康 这个疫情要过 没有疫苗是过不了的 台湾就是没有疫苗 所以我们赶快捐疫苗赶快让他过 台湾经济才能够复苏 才能够恢复正会 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伯峰证实 有意申请购买疫苗 却一度传出遭到府院高层劝退 怀缘整个过程 其实是林伯峰想买疫苗的消息 传回行政院 副院长沈容金亲自打电话关心 问说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 还说可以比照先前企业的模式 先跟政府谈好合作 出发点是质疑 关心绝不是外传的施压阻挡 各方愿意来为购买疫苗努力 政府都是同样的态度 都会积极协助 我们都希望各方的力量 大家一起合作 争取到台湾最需要的疫苗 有了鸿海台积电作为先驱 工商大佬想帮台湾采购疫苗 也有路可寻 政府不但不会挡 更会全力协助 透过各种管道 设法替台湾买到足够的疫苗 记者林盛军 红卫财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桃园报导 请不吝点赞 桃园报导 也会打ereum